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弹的能量巨大 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 轻弹的能量和原子弹的差距就很大 原子弹和普通炸弹的差距是轻弹和原子弹的差距 你看轻弹经常是几百万吨 原子弹是几万吨 你那个普通的炸药干什么的几吨 几十吨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你知道轻弹大的甚至大的轻弹有几千万吨的轻弹也有 所以这个轻弹的威力是远远的大 然后呢 这轻能大家就看上了 对吧 这轻能怎么样发挥这个轻能源的这个效率了 对吧 这个轻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么呢 怎么样的可控轻能源呢 其实在中国在这种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啊 还是有一定的领先啊 在这个当时 你看我们母校的合肥那边呢 什么托克马克什么等等 通过那个电磁场等等等等 才做了一些尝试 那这个尝试啊 到底是什么样 而现在呢 我们国家的话呢 要对这个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计划 我们先看一下呢 相关的报道 对今日日报的报道啊 就是这个人造太阳如何照亮未来 在近日举办的可控核聚变未来产业推进会上 中和集团的25家央企科研院所高校组建的可控核聚变 创新联合体 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筹接牌 第一批的未来能源关键技术公关任务公布 看到消息后呢 很多人关心可控核聚变 何时能提供应用 核聚变呢 是两个氢原子核聚合 形成新的重原子核 在核聚变中啊 会释放巨大的能量 太阳呢 就是通过核聚变来释放的 目前可控核聚变有三条主要的技术路线 一个呢 是磁约束 一个是引力约束 第三个呢 是惯性约束主流的 托克马克装置呢 属于磁约束 目前呢 国际主流是利用青的同位素刀和穿作为核聚变燃料 实际上前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好几次啊 这个托克马克在我们当时科大所在的那个核肥里头有什么样的进展 但是实际上 对于这个可控核聚变啊 我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你要能实现呢 距离还其实挺遥远的 人家说的话呢 对于核酷聚变 其中当时揶揄他们呢 有一个话叫做永远到25年 就是总说25年能实现 25年能实现 这25年实现啊 已经说了早超过50年了 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所以这个到底多长时间能实现呢 将这种科研的这种科技的工厂叫做科技基础建设 那是要巨大的投入 而且这种基础建设他可能会发现好多 你外头不为人知的一些科学规律 所以为什么我在前面也在评论啊 你像对于这个量子计算 量子纠缠 对于这些的有些东西呢 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 我们研制了以后啊 就要公布了 你可以现在你要注意到他如果是筹建 那筹建变成一个公司 而不是科研机构 变成公司是什么概念 你研制是什么东西 要变成技术秘密 要变成公司产权 而不是说你一个科研机构 你研制是什么东西呢 科研成果发表文章 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啊 而对于这个重大的科研的这些投资呢 反正世界各种的态度也很复杂 你像以前的话呢 欧洲要搞 欧洲要搞 拉着中国搞 然后欧洲要搞的时候呢 后来欧洲投不下去了 现在呢 在世界上能搞这种大型的物理方面的科研基础建设行 当然也就是中国 在前边的话呢 说要搞电子对撞 原来我就在这个中科研高能所啊 就在那接触过嘛 那电子对撞里头有同步辐射嘛 同步辐射 当然还说要同步辐射 要做什么光刻机什么的 当年我们就想着同步辐射做光刻机 我就在高能所 所以这事啊 还是挺清楚的 里头其实还是有各种各样的 当然这个需要突破的地方 可能啊 不是一点半点啊 比大家想的呢 要复杂 但是后来这个事啊 众手周知的原因呢 被某个大科学家给反对掉了 但是反对掉了的时候呢 咱们没有说支持他的也有科学家 对吧 支持他的科学家和他呢 私人恩怨很深 呃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啊 私人恩怨很深 呃 咱就不多说了 这个事了 这个半导体也好 这个核控核聚变也好 这样大型的一个科研基础建设 需要的投资非常多 但是这个企业投资呢 企业投资它有它的好处 就前面说它形成技术秘密 它不是说公开成果 不跟外头共享 呃 但是呢 企业投资它主要是什么 它要回报 它万一投资失败 这对于企业的利润影响也很大 呃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在猜想啊 呃 我们这个企业的设立呃 有可能呢 呃 真的快取得突破了 大家对这快取得突破呢 很期待 呃 因为我们的话呢 咱们没有什么情报 但是呢 从这个 我们当时的那种 从物理学来讲 如果中国真的取得突破的话 这个突破可能不是一个诺贝尔奖的问题 是多少个诺贝尔奖的问题 呃 对于中国呢 呃 可能这个路还要走一段的 我不持那么乐观的看法 但是呢 你这样的走 你如果中国开始走了以后 现在真正的那个难题啊 这个皮球是踢给美国人的 就是美国人你跟不跟 你是否做这样大的投资 而且做同样的事情 呃 美国人的投资可能是中国人的十倍 因为在这个科研上我们是知道的 在从购买力来讲 你要按购买力评价来讲 中国花一块钱人民币的事儿 美国就要花一美元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个十倍的概念 你美国的话呢 现在美国政府的财政也很紧张 呃 中国政府是财政很紧张 但是所以你看它通过了一个企业的方式 呃 它的话呢 开始来做 它实际上是给美国也有巨大的压力 这个事儿啊 呃 它实际上是什么 这个技术竞赛和军备竞赛实际上是一样的 呃 技术竞赛有时候就等于军备竞赛 你看前边的话 美国发展星球大战计划 它也发展了好多技术 它这样技术的话呢 它给描述成了一些有军事的前景 而且这个星球大战计划其实带来了很大的促进是什么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的网络跟它都是有关系的 呃 所以这样的一个科技战利用中国的话呢 现在的这个呃 整体的呃 国家集中资源的优势 央企呃 呃 呃 把这个科技战打起来 呃 我倒觉得对中国也是个好事 但是至于你是否能突破核聚变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的话呢 呃 科技战打起来 对于美国啊 呃 施加压力这就很重要的 你像美国的话 老觉得在这个芯片上能卡卡中国脖子 对吧 但是你现在是全方位的在其他的各种科技领域 呃 你要花多少投资啊 呃 你是否要多花钱啊 对吧 你这个 因为像这样的科技战啊 它带来的是什么呢 是你科研基础研究的提升 其实中国现在的话呢 已经到了什么呢 啊 基础研究要提升的阶段 因为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格局啊 它已经不是科学无国界了 呃 就是有国界 这个科研的基础研究 呃 有些时候想依赖别人不行了 那么实际上这些事啊 跟这有关的是大量的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 呃 科研基础的康实 呃 对中国的崛起啊 呃 是非常有意义的 呃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